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冲突引起全球关注 而在经历11天的冲突之后 以巴也在5月21号打致停火协议 但是战争遗留下来的 除了是人民伤亡 还有许多建筑物被炸毁 其中遭遇以色列军方轰炸的袈裟 当地民众如今也陆续回到千疮百孔的住所 恢复日常生活 此外在停火协议生效一周后 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的其中一个军事分支 在当地时间5月27号 带着大批武器还有火箭炮上街游行 纪念在冲突中丧命的巴勒斯坦人 另一方面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以巴冲突表示高度关注 且已经批准成立国际委员会 对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上侵犯人权的行为 进行国际调查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表示 以军对加沙地带的袭击杀害平民 并打击加沙地带平民设施的行动 可能会上升至战争罪的水平 除了以色列的预言 设计多的这些造型 提供的组部和用于是以党的技术 对此,以色列总理涅坦尼亚胡谴责联合国的这项决定是可耻的决策 这只是显示人权理事会反对以色列的立场 另一边乡,巴勒斯坦外交部和哈马斯则对此表示欢迎 并感谢联合国的协助 网友,巴勒斯坦外交部和哈马斯则对此